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向性爱咨询室 我是曾宝盈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主题是 老公的GG进不来真的有这种事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老公的GG插不进来这本书 这是2017年出版的书 然后在2019年也改编成了日剧 那时候这个书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那个故事里面写的是真的吗 因为那时候出版 那大家如果有看过就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真人真事 然后作者自己改编自己的故事 所以里面他就是在讲说 有一个女孩子就女主角了 然后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 跟老公顺利爱爱 然后就算用了很多润滑液也一样 就是顶多都只有头进来一点而已 然后而且每一次都会搞到流很多血 好像命案现场一样 所以很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 然后就会想说 真的有这种事吗 我心里面想的都是 当然有啊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已经每个月都要处理好几对 这样的夫妻 就是协助这样的夫妻 可以顺利做案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书 我就很高兴做病老子 送给个案 因为其实很多女生的个案 来找我的时候 就是有遇到这个问题啊 他们都会问说 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 那可是其实我的经验就是 这个人数是很多 当然不是说你走到路上随便都会遇到啦 只是说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也不会跟身边的姐妹讨论嘛 所以都会以为只有自己遇到这么奇怪的事 但事实上 因到禁乱 就是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啊 其实逐年比例是在上升当中 那我每次都要花很多力气去解释说 真的很多人啊 然后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啊 是不是跟你很像啊 那还不如看这本书 因为就是他的故事写得很精彩 有很多心路历程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本送给个案 然后他们看完以后都很感动 就觉得不是只有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 只是我们以前对这种问题不太了解 那老实说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懂 那我记得我从 我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是在快要20年前 所以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的年纪 我做这一行已经很久了 然后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姐姐她跟我预约就是性健康咨询 然后她就是跟我说她结婚很多年了 然后跟老公感情很好 可是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她跟老公都没有办法就是爱爱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面想说 跟老公感情很好 可是又没有办法爱爱 骗人了吧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经验就是 很多女孩子 其实可能在性上面的问题 那可能都是跟感情适合有关 可是为了维护老公的形象 或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婚姻关系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讲 他们只是想说要问问看 别人都怎么去处理的 所以一开始就会说感情很好 所以呢我刚开始就一直对着姐姐问说 啊你们夫妻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啊 结婚之后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啊 然后让你们关系变差啊 那可是后来姐姐都跟我讲说 没有啊她觉得结婚以后感情更好 可是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 然后后来呢她的老公也来了 我看她们实际的互动 我问了非常多的细节 都让我相信 其实她们真的感情很好 然后可是就是遇到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完成 姐姐就跟我说 其实她们找我之前 已经去妇产科看过了 然后先生也跟着一起去嘛 然后妇产科医师说 其实她的生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妇产科医师就跟老公说 啊你可能要更温柔一点啊 那因为女生没有经验的话都会很紧张 所以回去再温柔一点 再慢慢试就好了 可是姐姐说 看完妇产科以后 她们回去又试了一年多 老公真的很温柔 然后可是呢 老公就觉得 怎么好像连洞都没有的感觉 然后呢 呃就是姐姐也会越来越痛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 所以感情也很好 然后身体也没有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有问题 难道是因为 对我就跟你们一样 我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老公太大了 所以我还拿了几个道具 就是不同的尺寸的GG 然后问老公说 你的尺寸大概是多少呢 然后那时候 因为其实已经有 基本新人关系 所以呢 老公比的尺寸啊 还蛮让我惊讶 就是跟一般亚洲的尺寸 差不多 并没有特别大 我还特别准备好几个 比较大的 然后那个老公都说 我没有那么大 我真的就是普通的样子而已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 难道是因为技巧的问题吗 还是角度的问题吗 所以我跟那对父亲 那时候研究了很多 潤滑液 研究了很多 进入的知识 做的爱爱的知识 可是最后呢 我还是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因为我试了很多方式以后 姐姐还是说 她还是会觉得很痛 然后老公还是会觉得说 找不到那个洞的感觉 每一次都好像撞墙一样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的沮丧 我不晓得该怎么帮他们 而且我也不晓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 阴道静磷 是一种就是我们 阴部外面 阴道外面 肌肉不由自主 强力缩缩 然后导致疼痛 导致那个洞口封闭的现象 然后这个啊 这以前啊 就会被叫做石女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印象 可能有一点点碎出的人 会比较有印象 不过我知道其实现在 还是很多年轻人会讲 然后 我小时候记得我最早 听到石女这两个字 是我看报纸读到的 然后那时候 大概隔一阵子 就会有一些石女的报道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 很小看不懂 然后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说 石女是不会生小孩的 所以如果结婚了以后啊 老公一定会外遇 或者是要离婚 我对石女的印象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人 遇到这种老公GG进不来的情况啊 都会 就会直接联想说 是不是石女 就像我有很多个案来的时候 嗯 他们就会 比如说老婆上厕所 那老公就会偷偷问我说 老师那这样子 我老婆是不是就石女 那是不是就完蛋了 其实我是很讨厌石女这个词的 因为呢 这个词啊 就是很贬义女生 而且也会进一步的制造恐惧感 嗯 因为石女就好像是在说 一个女人不能做爱 就好像等于是一颗石头 不是所谓的真女人了 那所以如果遇到石女的话 就是你倒霉啊 然后就是要赶快逃跑啊 因为这个不是女人 所以我其实很讨厌这个词 然后呢 嗯 也可能会让本来就对爱爱有恐惧感的女孩子 把自己那边想像成好像一颗石头一样 如果你要突破一颗石头 那个难度是更高的 所以 会增加他们在爱爱的时候的恐惧感 那这些恐惧感 就会让他阴道禁软的状况更严重 而且啊 嗯 如果你上网去找 如果他关于老公GG进不来 然后或者是说 查说 哎 什么结婚之后不能爱爱的这些资讯 你就会看到一些 是石女的这种负面报导 比如说 石女骗婚啊 石女误人啊 那我也有很多个案 会看到这些报导以后 觉得自己很羞愧 好像对不起老公 然后甚至会难过到很想自杀 这个其实都是对这个现象 我们遇到这个困扰不了解所造成的 那所以 我其实很讨厌这个词啦 我希望这个词以后都可以永远消失 那我们现在可以先来了解一下 如果说以后不要被这个词下到 不要被石女下到 然后不要一下子就往石女那个方向想 可能我们先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石女 那这样才能够去分辨一下自己的状态 到底是什么 所以老公的GG进不来啊 其实是有三种状况 那其中两种啊 就是我们刚刚说俗称的石女 那石女呢 还有分成真的石女跟假的石女 那第三种其实就是阴道进卵 好那到底什么是真的石女 什么是假的石女 石女是在讲什么 其实石女啊 就是在说 呃我们天生可能完全没有阴道 或者是说你的阴道口啊 那就是那个处女膜 现在也改名字了啦 就是叫阴道观 可能处女膜是封闭的 或者是他是太厚的 或者他是太硬的 所以当你要进入的时候 没有办法进去 或者是我们刚刚说根本没有阴道 所以根本没有阴道 在以前就会被当作真的石女 根本没有地方去嘛 那假的石女就是说 你的处女膜太厚太硬 那或者是他是封闭的 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 我们的阴道里面啊 可能他会有一些隔 隔层 就是说我们讲阴道隔 好那这个我们在图片上可以看到 在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 这个是一个女生的侧面解剖图 那上面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小洞口的地方是尿道 那第二个洞口的地方是阴道口 那第三个洞口呢 就是我们的肛门口 后面连接直肠 然后第一个洞口连接膀胱 第二个洞口连接子宫 第三个洞口连接直肠 所以在女生的下面 其实应该是会有三个洞口 那尿道其实是非常小的 那一般其实你用手指头 或者是说GG都不太可能可以穿过去 那你到医院里面还要用那个 如果护士有需要做打尿管的话 其实是要经过训练 然后要很仔细很认真很专注 才有办法放进去的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或不小心跑到这个地方去 那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然后那个阴道口的话 就是第二个洞口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地方如果处理膜太厚太硬 或者是封闭 那就有可能没有办法突破 没有办法过去 那另外第三种可能性就是 第二个图可以看到 在整个阴道的这个空腔里面 就是如果有隔膜的话 那会有可能在发育过程当中 阴道上有这些隔膜产生 那如果有这些隔膜的话 就会变成你的阴道会太短 就是如果要进入的时候 那可能会 如果你是比较低位的 就是我们看到图片里面 第一个低位的地方 或者是中位的地方 这个呢可能都会 让你的那个阴道非常的短 那对男生来说他的感觉 就是他的GG只有突破一点点 然后就没办法往前面去了 不过其实我要讲 如果是这种所谓真实女 或者是假实女 那其实都会有月经的问题 所以大概在你青春期发育的时候 你就已经会察觉到这些问题 比如说没有阴道 那大概他也会伴随 就是没有子宫 没有软巢 所以在青春期发育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你没有月经 OK 然后呢如果是处理膜太厚 太硬封闭 或者是我们说那个阴道中间 有一些隔膜产生的话 其实也一样你的精血要流出 就非常的困难 那甚至就是没有办法流出 所以你每个月可能会定期的时间 有或许有一点点精血 然后可是你肚子会很痛 或者你干脆都没有精血 然后肚子还是很痛 就是这个疼痛的状况 跟这个月经不规律 然后异常的状况 就会让很多人就去妇产科检查 所以其实大部分等到结婚了以后 然后才遇到老公居居进不来的这些女生啊 或者有一些没有结婚啊 那可能就是长期伴侣关系 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进去啊 通常都不是这个死女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 没关系你就是先到妇产科去检查一下 那不用担心 那你只要跟妇产科医师说 你没有性经验 然后你有尝试要跟另一半嗨嗨 可是有进入了困难 那医生会做简单的那个检查 就是说其实用看的大概就可以了 那大约就可以观察到你处理某的问题 或者是说你的那个阴道内 是不是有这些隔膜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有发现的话 这科手术很容易就可以处理了 所以老公GG进不来 大部分都不是死女的问题哦 而是在医学上被称呼为 阴道禁轮的这个状况 然后这个呢 在心理学上就是我们常使用的 DSM-5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上 它是归类于性功能障碍这个类别 然后它的名称是骨盆性气疼痛插入障碍症 其实这两个词都有人用 那两个词我也都会用 然后我比较喜欢在心理学上的这个名词 是因为它讲骨盆性气疼痛插入障碍症 那它对于遇到这个问题的人的描述 是更精准的 就是每一次你要试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很多的痛 然后除了害怕之外 然后你会有很多疼痛的感觉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进不去 所以它把这两个现象都描述得很好 那可是一般人可能还是比较常看到 到阴道进完这个词 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刚刚那张图 那张图上面你可以看到 在尿道口、阴道口 跟我们后面这个直肠 就是连接肛门的这个地方 有一道的肌肉 这一条肌肉叫做尺骨尾骨肌 然后尺骨尾骨肌 其实我们平常也会运用到 比如说女生如果在上厕所小号的时候 你要尿的时候 你尿到一半 然后刚好外面有人叫你 或者是你电话突然响了 你是不是要禁尿 就是要憋尿一下 你一憋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那边的肌肉稍微紧缩一下 那很多时候 我们也都会一起感觉到 好像刚刚门口也跟着紧缩一下 那你就可以稍微把这个尿憋住了 那其实都是这一条肌肉 那可是这一条肌肉 就是说 它会很像我们的肩膀 那我们一紧张的时候 肩膀就会不由自主收缩起来 然后别人跟你讲说 你肩膀很紧啊 你是不是很紧张啊 你要不要放轻松啊 或者你自己一直跟自己讲说 放轻松放轻松 可是其实都没有办法 因为它已经是 不受你的意志控制 比较是受你的情绪所控制 所以遇到阴道禁卵这个状况的女生 其实就是在 当她在爱爱的情境下 就是她对于有东西要进入她的阴道的时候 这个强烈的恐惧情绪啊 会让这个肌肉不由自主 反射性的强力收缩 当她一收缩了以后 你看喔 如果她GG还没进来 在外面碰的时候 她就收缩 那对男生来说 那个感觉就是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如果是说 稍微进来了一点点 然后呢 她又有反射性 所谓反射性就是 不能控制 就是有东西碰到的时候 好爱怕好爱怕 然后她就会收缩起来 就会变成 男生是被夹住的 这个就是老公GG进不来的 男生女生常常会描述的感觉 就是觉得根本没有动啊 或者好像有进去一点 可是根本都还在外面啊 然后 这个肌肉收缩的时候 其实因为恐惧也会让我们的屁股 大腿 也跟着收缩起来 所以常常很多个案讲的就是 女生都会很紧张的样子 很害怕的样子 然后屁股啊 腿啊都会缩起来 然后还会往后退啊 会推人啊 这个其实都不是自己可以好好控制的 就是在那个情境下 所有这些动作已经变成一些反射 那更辛苦的就是啊 其实我们这种反射性的恐惧 它会随着你每一次的这个 害怕的经验呢 它可能会越来越强烈 所以其实有很多老公就会说 我真的很温柔 就好像我20年前遇到那对夫妻一样 男生说真的很温柔 老婆也鼓励 也肯定说 他真的很温柔 可是没有办法 就每一次只要碰到就好痛好痛 越来越痛 然后老公也觉得越来越困难 根本就没有动可以去 好这个呢 其实就是阴道静卵 其实阴道静卵啊 就是女孩子对于有东西要进入自己 强烈恐惧 使得你阴道外部的肌肉 反射性强力收缩 没有办法放松的状况 所以不是死女哦 下次你在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是不是死女啊 你不用再害怕 你可以跟她说 我不是 我只是遇到一些肌肉 没有办法自己放松 然后我非常害怕 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 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放松 这个才是你真正遇到的问题 好 而且我要再一次强调哦 真的不是只有你这样哦 很多人都有遇到这个问题 OK 所以老公GG进不来 不是死女 是阴道静卵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事 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人会遇到这些问题 遇到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下一集再告诉大家 其中的两种啊 就是我们刚刚说 我以前俗称使女 然后俗 使女 俗女养成继 这件事情 我可以归刀 假如你 你 君